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金属片 致命玩笑 影片也开场 大眼哥正在宿舍里 跟自己暗恋的女神金发妹包娇话中 大眼哥和金发妹从小就是邻居 两人虽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但大眼哥始终都是备胎 当得知金发妹已经跟男朋友一拍两散 大眼哥的前列线就猛的一颤 心想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轮到自己当驾驶员了 金发妹说我这刚失恋心里有点乱 你要是有车的话 能不能带我一起回家过暑假 本来准备坐飞机回家的大眼哥 一听听谁有需要 马上就乐出一条 大眼哥急忙退了机票 买了一辆二手车 就奔向了金发妹的学校 半路上大眼哥给他妈咪打了一电话 说我已经把机票给退了 准备开车回家 顺道把金发妹给烧上 大眼哥的妈咪说 你哥哥因为酒后打架 被警察给打架了 你要是方便的话 最好把他顺道也带回家 转场之后 大眼哥来到了警察局 把他那位不省心的哥哥 挑事哥保持了出来 哥俩上路之后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 挑事哥买了一电台 装在了车上 开始跟那些开卡车的司机吹牛逼 当挑事哥听到卡车司机 铁钉哥的声音之后 便让大眼哥冒充小甜甜 调戏铁钉哥 大眼哥说小甜甜好寂寞 大哥想不想一起坐一坐 这铁钉哥由于长得难看 老大不小了 还是单身汗 一听着小甜甜要跟自己一夜情 这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荷尔蒙了 铁钉哥说 我这人做事一向很认真 你可不能拿我穷开心的 大眼哥说放心吧大哥 众里许你千百度 小甜甜说话向来都算数 就在两人打情骂俏的时候 电台突然没信号 到了晚上 哥俩开车来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当挑事哥刚一进屋 便撞见了脾气暴躁的谢顶叔 这谢顶叔正在跟前台提意见 一看挑事哥进来跟自己添乱 那能干吗 于是枪口一转 把挑事哥数落了一遍 转场之后 大眼哥从电台里 突然再次听到铁钉哥的声音 这个时候 憋着一肚子气的挑事哥 刚好坐进车里 当挑事哥听到 铁钉哥的声音之后 马上就有了坏主意了 说你把铁钉哥 约到谢顶叔住的17号房间 那一孙子太混蛋了 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看 大眼哥说 我是小甜甜的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带上香槟酒和猫片 到17号房间 咱俩给通道 转场之后 大眼哥和挑事哥 住进了18号房间 打算听听 谢顶叔和铁钉哥 挑事哥说 难不成这二位误打误撞 已经上了炕 哎呀 这奔想着要教训教训那混蛋 可没想到 竟然给这俩老爷们牵了红线 大眼哥说 这一没啪啪啪 二没哈哈哈哈 我听这动静可不对劲 别得出什么事了 第二天的一早 警察便来到了女馆的门口 向大眼哥和挑事哥调查情况 警察说 谢顶叔昨晚上被人揍出了墙了 能不能保住命啊 还不一定 你们俩住在他隔壁 昨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啊 挑事哥说 昨晚上好像听到他在跟一个男人吓唬扯 他会不会是玩的太过哄了 到医院看望了谢顶叔之后啊 这大眼哥心里也挺难受 出于内心的自责啊 大眼哥到警察局之后 就把跟铁钉哥开玩笑这事交代了出来 小胡子警长一听就是一阵干探 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吃饱了没事干 敬给社会添乱 我献你们俩天黑之前的赶快过滚蛋 不然的话就让你们好看 哥俩上路之后不久啊 便再次从电台里听到了铁钉哥的声音 挑事哥说 大哥你别再瞎胡闹了 昨天啊是跟你开玩笑 大眼哥说铁钉哥 根本没什么小甜甜 其实我是一猛男的 铁钉哥说 你们敢打我开拽 必须马上跟我道歉 挑事哥说 你个死变态精神病 想让我们道歉你就别做梦 铁钉哥说 孙子你压回头看吧 我就在你们的车后面 两人往后边一看呢 这当下就是一颤 意识到这再不跑 马上就得领盘饭了 接下来是一场 你是绵羊我是狼 盯了光狼好疯狂的追逐戏 铁钉哥显然还没玩尽兴 所以也就没急着要这哥俩的命 转场之后 大眼哥和挑事哥 开车来到了金发妹的学校 这个时候 金发妹的室友龙套妹 开着跑车过来得操 这倒霉孩子的出现 就是为了下一步 给铁钉哥当人质做铺垫 这一路上 大眼哥和金发妹的感情 是迅速升温的 两人也越来越交心了 挑事哥说 看来万事俱备 就差一起睡 不然的话 你们先亲个嘴预热一会儿 到了晚上 当挑事哥 正在跟金发妹喝酒的时候 大眼哥突然接到了 铁钉哥的电话 大眼哥一听就吓尿了 急忙跑进了金发妹的房间 说铁钉哥阴魂不散 又来跟咱捣断了 这孙子肯定在附近盯咱的手 咱得赶快撩啊 挑事哥一听 也是大吃了一惊啊 哥俩急忙拽着金发妹 撒牙子就撩了 三个人正顾头不顾定的 往前狂奔的时候 电台里突然传出了 铁钉哥的声音 铁钉哥说 龙套妹在我手上 你们现在啊 马上把车开到卡车休息站 我再告诉你们 下一步该怎么办 如果你们敢报案 我马上让龙套买去领化办 转场之后 三个人开着车 来到了休息站 这个时候 铁钉哥马上出了一损招 铁钉哥说 你们哥俩必须脱光了 每个人到店里 就买六个汉堡包 当大眼哥和挑事哥 光着钉走进店里的时候 阅历丰富的经理 马上就看出了问题 经理说 你们哥俩穿得这么寒酸 打算拿什么买单呢 就在哥俩正在 跟经理解释的时候 铁钉哥又有了 下一步的指令 让他们三个开着车 到玉米地里等消息 到了晚上 当三个人刚下车 铁钉哥开着卡车 就冲了过来 三个人一看 铁钉哥来者不善 再不跑肯定得完蛋 接下来是 玉米地里的一场追逐戏 我是功来你是瘦 当时就把这三位 挑起个一溜够 当大眼哥和挑事哥 累得气喘吁吁 正懵逼的时候 金发妹被铁钉哥给掳走了 铁钉哥说 你们哥俩 到下一个镇上的旅馆 17号房间等着 而且要带上香槟酒和猫片 到时候咱们一起滚成单 转场之后 哥俩来到了指定的旅馆 此时的金发妹 已经被铁钉哥固定在了椅子上 而且铁钉哥还设下机关 只要有人敢往屋里冲 金发妹的气氛 马上就会被杀枪 哥俩冲进17号房间 瞎学过了半天 也没见到铁钉哥和金发妹 这个时候 铁钉哥突然打来了电话 哥俩趴在墙上一听 才发现铁钉哥和金发妹 在隔壁的18号房间 大眼哥说 哥我在这拖住他 你从后边的窗户爬进去 兵法上这叫声东击西 不等那孙子反应过来 咱就把他揍懵逼了 挑事哥说 老弟你可真有才 这种坏主意你也想得出来 可当挑事哥刚来到窗户的后边 就被铁钉哥给发现 听到动静的大眼哥急往跑了过去 发现挑事哥跟腊肠似的 被铁钉哥挂在了炸来上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警察叔叔终于出现 当铁钉哥开着卡车冲过来的时候 警察叔叔噼里啪啦的开枪了 影片的最后 铁钉哥虽然被打残 但却拿回了自己的尊严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汤匙压经 就算真的没事干 也别拿人穷开涮 人人都有自尊心 玩得过活 做完蛋